大妈,上面还有没有村庄? 我们就是那三嫂移民下来的 现在上面没有村庄了 我是收老前递的,你们家里有没有啊 我们家好像有酒,有没有去看一下 原话,我们不是要上山拔猪草吗? 你先坐,我等会再来 小姑娘,我们走 这里有灯子,你先坐 好 你看这个可以吗? 这个的话,我给你两百个,你卖不卖 那四十八百美女 好 来,八百块给你 你看一下谁家还有,介绍给我 好处少不了你呢 那我还真不知道谁家有 有吗,你留个电话好吗 谁家有,我再也打电话 那行,我给你写一个 那有了,我给你打电话 好,我走了 你慢走 哎呦,这个发财喽 有没有啊,你家有没有一分两分那种老前递 有啊,走啦 那行,你去找一下,那一二一百块钱一二行不行 行,我去找一下 哈哈哈哈 你看他送了这个东西 对对对,我饿,给你五百块 你看谁还以为你去收便宜一点 还有你一百一个,你去赚点钱 啊,好好好,给你了 我去看阿平家有没有 这下发财了 美丽,你婆婆还没回来吗 哎,莲花生 我婆婆不是跟你一起去山上摘野菜了吗 我有事我就先回来了 莲花 我,你头上回来了 你家有没有一分五分的那种老硬币拿过来问你一百一个 哎呀,莲花 你怎么还收那种老硬币呢 再收了,那种老硬币也值不了几个钱 你可千万不要被骗了 是啊,莲花生 你可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 这个你们的交情我 你们说发财的路 真不值好大 哎呀,莲花 有钱都不知道这 后来你们求一辈子 黎晨晨 黎晨晨 哦,不对,黎老板 我这里收了几个月前那种老硬币 哦,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那种 哦,我现在就过去你家里收 哦,我在家里等你啊 好,我就在边上,马上就到 黎老板,你来了 大梁,你又收了几个 黎老板,你又收了几个月前那种老硬币 我怕等不到 来,一千块,下次收到了,再给我打电话 没问题,下次收到了,请你打电话 好,时间不少了,我先回去了啊 哎,你慢走哈 小胖,我听说啊,那个莲花婶啊,什么老硬币可赚钱啊 是啊,我也听说了 嗯,那我们也去 星星,哪都不许去 是啊,这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星星走,我们回家 哦,妈,嫂子,我要赚钱 走了,走了,走了 这帮傻子,有钱的不嫂子,我自己去 啊,我跟你说,我知道哪里有了解 你是为几个 他们说两百成呗 两百,怎么那么多,不要了,不要了 李老板,现在话不好收 家里太多了,别人要两百,这不好弄啊 现在涨价了,我这里都收五百一个了 真的啊,好好好 杨梅桃,杨梅桃,杨梅桃 你就去两百五一个,收我来,等我一会 好好,你等着我,我去,去,去收 阿平,阿平 怎么了,杨梅桃 我跟你说啊,你那里有没有一分 两分五分的老钱币啊 我跟你收两百五一个 杨梅桃,你是上当了吧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是啊,杨梅桃,你不要太小便宜吃了大亏 那跟你们收 胡胡啊,杨梅桃怎么跟莲花伞一样 收起这老爷命来了呀 哎呀,谁知道呢,不用管了儿媳妇,咱们干活吧 我收到二十个,来给你 二十个,钱带你准备好了,来五千块 好,好 这下花财了 李老板,我这里有货 啊,好的,我马上就过来啊 啊,好的,我马上就过来啊 来,喝水个芋泥 谢谢 爱恨交错不停的轮回 啊,这是一万块 好 这钱真好准 别换,这几天货不好收啊 我整个村里都跑遍了,没收到 这咋整呢 李老板,我们这里的货这几天都收完了 这没有货了,这身也没法做了 现在都两千一个了,肯定货越来越少了吧 什么,两千一个 哎呀,钱的那五百里太早了 要不是,我就转大了 姚妹头 什么四二流啊 谁家还有那种老钱币,你知不知道 现在收多少一个啊 现在市场价一千一个 我听说啊,小胖也是做这个生意的 他那里应该有 但是你要跟我一点辛苦费哦 行,我这就去安安,辛苦费自然少不了你 小胖,在忙呢 李老板,有什么事吗 听说你那里有老钱币是吧 有啊,你多少钱收 我,你出五百 五百,我们这里都收一千五一个啊 不卖 一千五,有钱赚 那可以,你买个 那行,我去给你拿 来,李老板,你看一下,这么多一共一百个 给你十五万,少一分都不买 那行,钱都放家里,要么就我回家一趟 你通过一下,我先去拿钱 好 真不够啊 喂,小妹 你先借我十万 我有金用,我今天就还你 好好好 这六万,手机上十万块钱,你转过去了 好,我收这个了,来,这个给你 那我先走了啊 哎呦,这下发财喽 李老板,我这次又收了好多,我们发财喽 现在行情调得太厉害了,但是不是我都要赔钱了 怎么会这样呢 那行,我今天再看吧 李老板,这几家行情怎么样 现在哪里还有行情啊,五毛钱一个都没有人要了 这谁怎么做啊 我现在也没办法了,现在我的商家都已经现在改行养猪了 可是李老板,我这都是借钱买的啊 你借钱不借钱,关我什么事 喂,喂,喂 婆婆,你有没有看见我房间里的三八八件金啊 我 李老板,你赔我钱 你就不买多少钱币,我辛苦,涨了三万块钱,谁又没了 你还没头,我挖十五万,你全打手的了 婆婆,你挖十五万就买了这东西啊 我房间里的三万块钱是不是也被你拿了 那是我跟阿婆挤材料的钱,你拿了我们怎么挖啊 李老板,你们这是怎么了 阿平啊,这十五万,你全打手的了,我这怎么弄啊,我都没脸红了 哎呀,莲花,你不要冲动 阿平生,阿婆还等着我给他转钱呢 哎呀,宾宾,你先别急,我手机里还有三万,我先转给你啊 儿媳妇,我对不起你,我没脸红了,莲花 不要太激动,以后日子还藏在那儿 既然事情发生了,你一定要记住,今一世,展一智 哎呀,莲花神,杨美彤,这天上只会掉陷阱,是绝对不可能掉馅饼的 是啊,心情恐怖几十年,有可能一次就被骗得倾家荡产 生活不愿意,大家一定要请请请珍惜 姑婆,我出去一下啊,干嘛去啊 欣欣让我陪她去逛街呢,她马上就到了 出去逛街你就穿这个呀,也不换一身衣服 哦哦哦,我忘了换了,我先去换一下 出去逛街也不带点钱 婆婆,那我先去找欣欣了啊 出去逛街,你还提个袋子干嘛 哦,我这件衣服破了,我来到街上去补一下 坏了就别要了,等一下去逛街,买两件新的回来 好的,我知道了,婆婆,我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啊 好,妈,我回来啦 欣欣,你陪你嫂子逛街,帮你嫂子寻两件好看的衣服 逛街? 哦哦哦,妈,逛街,对 我肯定得嫂子挑好看的衣服 婆婆,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妈,那我们先走了啊 嫂子,现在去干活,你怎么穿成这样 我跟婆婆说跟你去逛街 她说我穿的不好看,叫我去把衣服换了 不过啊,我带了衣服的 嫂子,我可听说了,那个老板很松的 要不是为了你啊,我穿不下去呢 没事的欣欣,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没事的,嫂子,我们赶紧去吧 晚了要迟到了 好,走了 来 阿姨啊,你去哪里啊 啊,我去一下街上 女儿喜欢给你女儿去那个村库那个纸巷场上面 你知道吗 没有吧 她应该就进去玩一下 她们俩是逛街了 哦,我还以为她们俩在里面上班呢 那我们先走了啊 我的心已慢慢地出现 这怎么这么多药呢 墜落在这世界 我 我 我 叫你给我找两个零食工啊 怎么找两个女的啊 找找老师行不行啊 啊 能不能干活这样的 老板,我们什么活动能干的 行吗行吗 你的只有一百块就贴啊 哦,谢谢老板 琪琪,我们走去干活 哎,嫂子 怎么了 这活也太累了 明天我不来了 明天我不来了 好 琪琪,那你先坐着休息一下 我来干 啊 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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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哎呦 哎呦 嫂子 你可真不容易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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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你可真不容易啊 是,我妈现在身体不好啊 医生说我必须要长期吃药 嫂子 你这是没跟我哥说吗 你哥现在在外面干活也不容易 开销也大 家里又闲的地方也是我 我不想给他那么大压力 哎呦 嫂子 那你也太辛苦了 还好 我感觉还不辛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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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美丽 吃饭了吗 吃了 我跟星星放肩了 我们吃了很多好吃的呢 那你多吃点 吃完了 早点回家 嗯 好 啊 你们两个过来一下 啊,好 哎呦 不是说一人一百吗 这是什么礼的呀 男女平等啊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嫂子呢 钱给你 谢谢,我不能用你的钱 哎呀,嫂子 你就拿着吧 我有点事,我先走了啊 哦 有世界 或朝落的季节 谁能看见我心里的泪 闻不到 梅花开的香味 也许已经枯萎 谁还在 老板那我就先走了啊 好的好的 别走 别走 如果爱要让泪心碎 喂妈 你怎么买这么多样的机会的呀 我没有气呀 我今天收到你了 不是你记得吗 哦 哦 哦,是是是是 哦,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 哦 妈,我还有事,我先挂了啊 好,师傅,赶紧吃饭 来尝一尝精烈的菜 有没有你昨天在饭店吃的好吃 嗯 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婆婆 我妈的药是不是你记得呀 啊,媳妇啊 你妈把你养这么大 嫁到我们家来 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虽然我们家不富裕 但也不至于你那么辛苦 在外面挣钱来不停 婆婆,我也是不想给你和阿宝那么大的压力 傻孩子 我们都是一家人 还说什么两家话呢 我希望我们以后啊 遇到什么事情都一起承担 不过我知道了 快吃吧 tie incremental 하는成績 请准备 余 religion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